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可以令到他们更加开心 第二 在社区开持一个家长教育班 让家长更加认识 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 因为家长除了要了解儿童的学习外 还需要为儿童身心发展作出合适的安排 例如有足够的玩乐时间 空间 户活动等 家长是儿童最信任的人 如果家长对儿童有更多的理解 就可以令儿童健康地成长 建立到一个健康的家庭 第三 由各区儿童联合组成的一个儿童区议会 委员会是由儿童组成的 各区儿童代表会定期向委员会反映一下 他们的生活情况和需要 委员会亦会定期开会 收集本地各区儿童的意见 区议会还会举办不同的儿童活动 让儿童认识他们的四大权益 最后 如果我能够成为香港小特首 我会为儿童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 令香港成为真正的友好城市 希望大家可以投我JCE9065赛玉成一票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陈沛冲 就读东华三远显示云小学六年级 我参专时首的原因是因为 我发现香港的儿童没有发生的渠道 他们的意见经常被人忽略 因此组成了某些政策 只是满足大人的想法 而不是真正为了儿童健康成长 我的政綱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 提升儿童对学习的兴趣 STEM教育可以提升儿童对学习的兴趣 但是去年政府就给了每间学校 一符个十万元的资助去推行STEM教育 就不见有明显的成效 我建议政府可以制定一套有系统的STEM课程 给学校掌握发展的方向 另外 我也建议每间学校 可以增设一个创意科技媒体教室 即是给学生一个动手实践的机会 第二 争取每周一堂的自由课堂 近年 香港的儿童受压力 和焦虑情绪困扰的情况被受关注 专家致出不及时处理会有严重的影响 所以 我建议学校可以将时间表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午就教上一些比较知识性的课程 而下午就教一些比较轻松有趣的课堂 每周更可以增设一节的自由课堂 等儿童做学习的主人 重拾对学习的兴趣 第三 成立一对心灵小天使 为了可以及早发现儿童的情绪变化 和提供合适的支援 我建议学校可以联同社工 和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 成立一对心灵小天使 并设置一个心灵加油站 藉着不同的活动去发现都要帮助的同学 最后 我希望你们可以投我JCE9066沉沛冲一票 如果我可以成为小特首的话 我一定会尽力帮儿童争取权利 多谢 大家好 我是徐家乐 现就读东华三远闲次云小学六年级 我参选香港小特首 是因为我本身做一个儿童 也深深了解现时香港儿童所面对的困难和需要 所以我希望为他们出一分力 我的政纲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 组织童童小特工 在学校组织一个服务团体 主要工作是以不同的方式宣传儿童权益 比如做话剧 拍宣传单章和拍宣传片等等 让学生更加了解他们自身所拥有的四大权益 第二 与社区合作 我会与社区有关人士合作 成立一个网上社区电台 同心电台 我会邀请一些儿童 来分享他们的身星 让更多人真正了解 现时香港儿童所面对的困难和需要 我也都会邀请一些专业人士 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 和不同国家的儿童发展政策 让大众作为参考 第三 与政府合作 就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 政府将会注资三亿元 组织儿童事务委员会 我对这个计划十分支持 因为可以见到香港政府十分重视儿童各方面的发展 也都看到不同界别不同族裔的委员会代表 如果我可以成为香港小特首 我也都期望我们这四十位小特首 可以参与旁听 甚至参与他们的会议和讨论 以更有效的方式 发挥我们小特首的职责 最后 如果我可以成为香港小特首 我会做好自己的本分 为儿童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 让香港成为一个真正的友好城市 请大家和我JCE9067除加乐一票 多谢